这次休息多久 你明天去上班我就走了呀 上次不是说休息了两个多月吗 电影抽筋了呀 然后又突然冒出几个退不掉的工作 好 好 好 林姐 是我 林姐 林姐 是我 事物真的乱了 醒了吗 我给你留了晚饭 你怎么知道我想喝粥 你不吃吗 我吃过了 鱼图是不是太冷静了 爱以往惯例 我明天要走的话 这时候不是应该不舍昼夜 或者准备不舍昼夜吗 难道生气了 不会吧 他又不是没放过我鸽子 难道是我太邋遢永远美了 我刷好牙洗好脸了 你去吧 我在外面的卫生间洗过了 那你要直接睡了吗 前阵子一直加班 今天早点睡 你也经常早点睡 调整一下生活中 雨都不会真的生气了吧 之前你休息的时候 林姐给你打电话了 我接她 你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 那个 你知道有情趣这个东西吗 再说我也没有骗你啊 我说我白天要走 我没说我晚上不回来 我今天实在是太匆忙了 我本来打算明天去陆家嘴 拿一点东西 把家里布置一下 给你一个惊喜的 我 算了 懒得跟你讲道理 我错了 我真是想要给你一个惊喜的 我惊喜吗 别吐 我不惊喜 你到底休息多久 两个月 这次不变人了 我骗了 今天回来 有没有发现家里有什么不同 没有啊 我一回来就睡觉了 我把家里的杂物间改造了 明天早上带你去看 我要现在就去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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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你说要休假两个月 我想 你大概会陪我住在这里 可是我家晶晶那么爱漂亮 衣服和鞋子没掉放怎么办呢 所以你就帮我改了一抹剑 控制面板在这儿 我就不该跟你们开玩笑 谢谢你送我的礼物 这算什么礼物啊 这最多算 那 祝朝 你 白天忍一下别睡 把作息调整过来 那你晚上又不让我好好睡觉 你说对 那你白天 还是好好补觉吧 我算是看透了 为了自己的快乐 牺牲我的生物中 好 谢谢大家